全藏大约16.5公里总经费需要425亿元的基隆捷运 基隆市境内将设置北五堵 百福 六堵 七堵以及八堵等五个站 中央负担七成经费 基隆市分担是7.7亿元 基隆市议会很关心经费问题 基隆市长林又昌强调是7.7亿元 基隆市负担得起 所以是7亿的这个经费 我想我们基隆市是负担得起 这个没有问题 那至于你说争取金额的补助 刚刚有讲 我们现在已经从过去 如果是基隆市政府自己要做 要自己负担200亿 要负担360亿 现在只剩下17 我想这个中央已经给基隆很大 而且是最大的一个支持 至于有议员建议地下化 从八堵延伸到基隆 林又昌表示 如果没有预算上的考量 他也很希望地下化 但是说实在这是一个现实 必须务实往前推动 庄金正预作有提到地下化 如果没有预算的考量 我也很希望地下化 但是这个说实在是一个现实 因为中央政府的相关的一个财政 还有他的一个预算的资源 就是这么多 那我想这个必须要考虑一个最可行的一个方案 那至于你的一个意见 我相信这个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提法 不过最后必须要可行 如果只是想法到最后不可行的话 就会是一场空 所以我们现在基隆市政府在整个捷运计划里面 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个最务实 最可行的一个态度 来逐步的往前来推动 所以这边也可以跟这个线上的视频朋友 还有包括各位一桌来说明 我们现在的进展 其实基本上是非常的顺利 而且基本上也是朝着最务实 然后把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其实在最近这半年的时间 都透过相关的一个会议 一一的厘清 所以是一步一步的往前面在走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也依据议员们的质询建议做成决议 为了缩短南港到基隆捷运完工骑程 要求基隆市政府呼吁中央拍板定案 核定全线路段早日动工 结论一 有关捷运厂站以路线规划 市府应建立通勤族参与平台 让市民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并将规划内容公开 透明化 以立捷运计划之推行 结论二 基隆捷运不仅要改善 交通问题 更要带动区域发展及城市转型 请市府就捷运轨道沿线空间定位 以都市计划进行规划完成后 向本会提出说明 结论三 为缩短南港至基隆捷运完工旗程 请市府呼吁中央尽速拍板 核定全线的路段 以立早日动工 新建 物景规划到八度而需采分工分段施工 造成公旗延长并严重影响居住环境的品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市场 李宗盛